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南花苗与西水山 之前里面是双株 拿到手的时候旁边有两片小叶子 我也就没有动它 我想这两个小叶子会不会长成一棵苗 所以它的烂根我也没有跟它修掉 就像这种根我也没有跟它修掉 什么也没有动 就跟它加了西水山 用了一个外杯 两头把它拖起来 很快的 这条根长了一节出来 可以说是看得到根在长 它这里面的根一直往上面飙 这里的根一直在这样子长 刚刚被我弄断了 刚才维洛说这个苗苗的时候 被我弄断根结了 它也是健康的往上长 也就是说用这种方式 来种这颗弱的两苗 还挺不错的 大概有一个月了 这片叶子新长出来的 因为小苗跟不好的情况之下 一动它就很容易挂掉 小苗我们没有特定的环境 就必须要人为的特别的照顾小苗 当适应了你的环境和种植方法 它就会像这一盆一样 拼命地长根长叶子 这里朋友又送来两颗苗苗 为什么朋友送这么多苗我 因为之前我把成熟猪送了一些给他们 他们也给钱给我买了一些 当然我收的是成本价 也就是我多少钱买来的 有多少钱给他们的 他们就送来小苗 说我在藤蔚 小苗没有那么占地方 就这样子 相当于是回正吧 我们先来看看两颗当中一大一小 这个本来就是小苗 再小究竟有多小了 颠到叶子尖尖8.5厘米 这个这样子就13厘米 这颗叶子细长18厘米 非常小的两颗苗了 这一颗根部还可以 但是里面有烂根 这很正常 看不到根 这里看到根 这个根都空掉了 就看不到根了 上面这条根就干掉了 我们就把这个情况 好一点的处理一下先 由于我们要找到 这么多箱 这么小的容器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 大一点的 比较深一点的 这样子来放 但是它会掉下去 把它悬空起来 方法很简单 可以像这个一样 打孔 把这个 再打孔这样子穿过去 就悬空起来了 加吸水绳就行 也可以呢 如果是玻璃杯 打不了孔的 就可以好像我这样子 用雨线 把里面的这个打孔 勾住了以后 再这样子放上去 两边这样子勾住 就悬空起来了 这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悬空种制法 接下来先做这一颗 它的容器我也不换 我用这个绳子比较粗 我以前有比它 西半的绳子刚刚好 但是用完了 等一下我会把它分开来 那这个吸水绳就拿来比一下 只是这样子的高度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要把它分开中间打个结 这个地方需要一点点位置 就把它点下来 上面打个结 之后再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以后一放 它又扭到一起了 先把它拖盆出来 这个是它自己加了一点新鲜的水苔 由于有一点点紧 就把它这样子就一顶一下就出来了 这个大孔 把吸水绳拎上来 再把这颗兰花放回去 放回去之前 见到有这种上面空了 下面还行 我会把它剪掉 而是把它原来的水苔 照样的这样子放回去 吸水绳在面上 这样子最后比一下 吸水绳是到底了 现在就要想办法把它挂起来 我刚刚呢 把它拿去转了四个孔 对角 有孔 这里有孔 由于它这片叶子这边就比较偏重 如果像这样子两边的话 它就很容易倒 所以我就用了四个孔 弄起来 这是一边 我用的旅线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种比较细的这种旅线 就把它剪下来就行 这种旅线比较容易操作 可能有人会问我 你这女线剪下来 大概有多长啊 七八厘米长 这边是这样子 这边这样子就比较稳当一些 这样子我们再没有动它的 资料 还可以让这颗兰花比较稳当 你看你要到下面哪个位置 可以低一点也行 那我就让它低一点点 就做好了 把人的悬空种之法了 把它的银签放回去 放旁边 另外这一颗这么小 它里面的质量也不动吧 太小了 动了以后 等一下我会花时间去照顾它 我直接把上面这一条 剪掉就是了 同样的也是吸水绳 我用这个容器来比就可以了 因为等一下那个容器 跟它是一样的 同样的方法 你会问我 怎么不就整条 这样子卷过来呢 因为这条太粗了 吸水太猛了 这样子减半 吸水 没有那么猛 同样的也是把它弄出来 把这颗兰花放进去 这个地方不要再进度这个位置 把它原来的水太放回去 把银签放回去 这个有点歪 把它放正一点 同样的也要拿去打孔 也是四条雨线 三厘米长 也是四个孔 同样的方法 接过来 好了 这个两边有孔的 这个是之前用过的 之前打好的孔 可以穿过来 这样子固定它 你可以这边也是这样子 调整好 调整好兰花的位置 这中中间间 这两边 就这样子 就好了 懒人搜索 种之法 现在所说的常管理当中的浇水失误 首先要知道的是 蝴蝶兰苗需要的水分 比成苗比成猪需要的水分高 小苗需要的环境湿度 也比成苗所需要的环境湿度高 在了解小苗对湿度和水的需求以后 我们就来说浇水施肥了 先说施肥 因为正好可以跟它们施肥 先说这颗 它有长根长叶子积极生长当中 我会跟它用两种肥 一种就是磨肥 磨肥不容易生分 并且它的营养比较均衡 像这样子的苗 我就把这边两棵就可以了 在积极生长的时候 除了给磨肥以外 一个月我还会跟它 施两次均衡肥 建议浓度的四分之一 这里已经兑好了 淋到水苔上面 是稳定以后的 在积极生长的拿花苗 我是这样做的 水苔湿透了 茎里面我会跟它用自来水 那茎里面有肥料水下去了怎么办 这个无所谓 这个很正常 看看大概这样子倒进去一看 水位高了一些 接触到里面这个小容器的底部了 这也太湿了 相当于是有积水的 这个小苗很容易出问题 那怎么办呢 当然是要倒掉一些了 再放回去 里面的水位 里面那个小容器的底部 有一定的距离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浇水施肥都完成了 刚才这一颗的质料 也是没有干透的 忘了跟大家说 不管是浇水还是施肥 只要它的质料面上干干的 就可以跟它浇水了 如果太干这么小一个容器 这么一点水苔 保湿度不够 整颗植株也很小 那么就很容易缺水 脱水 到时候就比较麻烦 所以小苗的质料 还没有干透的时候 就可以跟它浇水了 或者施施肥了 那这两颗刚刚弄上去的 要不要施肥 这么小的苗 肯定要施肥了 你以前不是说过 动过它的 就它是不给肥吗 不是啦 我今天没有怎么动它了 剪了两条根 是面上的 那个无关紧要 那我要跟它施肥了 我也是一边两颗 用的磨肥 磨肥比较温柔 不容易伤根 也有足够的营养 就是毛肥就可以了 那刚才的这一颗 还另外施了均衡肥 那它们两个 要不要施均衡肥呢 刚才在跟它施肥的时候 就有提到 它是稳定下来积极伸展的 可以额外的 一个月两次 接一浓度四分之一的均衡肥 然而这两颗 施了环境 施了种植方法 还没有稳定下来 还没有积极生长 就用比较稳当的磨肥 就可以了 就可以跟它浇水了 刚才我把肥料水 淋到植料上面 再在外面加的水 那这个是自来水 直接在上面淋上去 夜心容易积水 赶紧的 把夜心里面的水擦干 夜心里面积水 如果我挥发不掉 就很容易烂心烂静 这么小一颗 所以我刚才的示范 是错误的示范 正确的示范 是什么样的 它这不是有这么大的空隙吗 你可以把空隙稍微倾斜 然后在里面这样子倒 就不会由水浸到夜心了 就这样子泡一小会 这样容器倾斜 这样子倒 就不会倒到夜心里面去了 泡一小会 由于它之前的植料 还没有干透的 所以它吸水也很快 等一小会就可以了 可以说是把这个里面的水浇完了 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把里面的水倒掉一部分 留一些水 让中间有一个空隙 有个空档 就可以放起来 浇水施肥 就这么简单 这也是把水倒掉一些 边有一个距离 这叫做悬空 悬空 浇水施肥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也很稳当 长势也不错 东南人全空种之法 非常适合这种小苗 在它的水苔 一直是保持 自私润润的 非常的透气哦 非常的通风哦 它不是需要水分 比成苗多一些吗 里面可以蓄水 小苗需要的湿度 不是要比成苗高一些吗 因为我养着室内的 没有温室提供给小苗 那我就相当于是一个 接近于温室的简单设计 从这个节点这里 又长了1.5厘米出来 看得见的 在生长 这种懒人悬空种之法 在我们离开家去旅行 或者是去工干 或者是去异地探亲 你出门的时间比较长 水位可以提高一点点 只要不接触里面的这个花盆就可以 你里面的这个花盆 有一点点距离就可以 这样子在我的环境 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用这种懒人悬空种之法 种懒花 成苗 或者是小苗 都简单 很久才给一次水 长期也不错 很适合 我这样的懒人 所以我跟他起的名字叫做 懒人悬空种之法 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 懒人悬空种之法了 今天因为这几颗小苗 又一次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你在哪一个地区 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能够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我将非常喜欢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收看 下次见